- 低头必走 - 金贤重约马Kalist为情绪约韩国31岁男星金贤重,于2014年期卷入暴打前女友导致流产,前女友怀孕产子进行亲自鉴定,护告对方侵害名誉要求赔偿等风波,最终前女友于今年2月被判诈骗未遂的部分罪名成立。 - 金贤重与前女友打官四期间入伍,并于去年2月退伍,去年3月更被揭发酒醉驾驶,一再令到大众对她反感。 - 目前主要在海外举行见面会吸金的金贤重,由指她与裴永俊名下的事务所Kalist约满,双方未决定许约。 - 金贤重与Kalist合作长达8年,她与裴永俊议事十分老友,更曾送她入伍,为之今次Kalist会否与她续约,祝她挽救事业。 - 而今日就为公开露面的金贤重今日经金库机场由日本回韩。 - 她一步出街机大堂立即打电话,见到媒体急低头,眼神已不断避开镜头,积极脚离去。 - 韩逸色遇医疗事故留疤。 - 专业人士预计赔偿金得36万韩剧查包阿四36岁女星韩逸色。 - 上周五席Instagram自曝进行脂肪流手术时遇上医疗事故,留下剧情疤痕,令曲大胆崩溃。 - 韩逸色先后席IG上载伤口照片,明显可见伤势严重作,令无少网民及粉丝震惊,纷纷流言为曲打气。 - 而韩逸色寻日就晒新自拍照派定心丸。 - 而医院方面意向韩逸色两次道歉,表示会尽最大努力未取治疗,令巴痕最小化,并只会习韩逸色完成所有治疗后先商讨赔偿问题。 - 对于赔偿方面还是外界都相当关注。 - 一名医生出身凯律师寻日习医学频道BeOnD上表示,韩逸色最高只能获5000万韩环,约36万港元,赔偿,引起热议。 - 据该名律师表示,韩国医疗赔偿主要考虑消极损害,积极损害,精神损害呢。 - 和三方面开因素,韩逸色虽然因为医院开失误而留下大片伤口,但其劳动能力并毛受影响,所以消极损害不会获得法院开承认。 - 而精神损害方面,法院一般以死人时赔偿一亿韩环,约72万港元,为基准,在事乎比例决定赔偿金额。 - 综合以上情况,韩逸色即是将医院告上法庭并胜讯,获得凯赔偿金都无会超过5000万韩环。 - 该名律师续致,5000万韩环系双方打官司时韩逸色可获得凯赔偿,假如医院方面有充分凯诚意进行赔偿,双方亦有可能无打官司,而系通过协商确定赔偿金额,韩凯情况下韩逸色可能获得多于5000万韩环凯赔偿金留在西渣腔半针探。 - 金中国42岁牛已被Hard Heart催婚Netflix推出开首个原创韩国综艺节目Busted。 - 韩星奇斗志,Busted,I know who you are,将于下月4日首播。 - 演出阵容包括人戏节目Running Man,RM,凯留在西及李光竹,男团Azu凯世勋,女团与酒之等成员金市正,朴敏英,安在序及金钟民。 - 节目今日公开新预告短片吉祥,长达一分多钟开短片中,公开作众人插案时开模样以及各位侦探开特征。 - 片中更见光珠被吊到半空中,未知发生捏事呢? - 镜头一转又见光珠搞鬼的西西视群快脸,嘻嘻未浓。 - 而短片尾段更见朴海震,徐康俊等男星出镜,似乎曲帝与节目中开案件有关,令粉丝更加期待。 - 另外,与刘在西,光珠一起拍RM开男星金中国。 - 今日踏入42岁生日,另一RM成员HardHard就习Instagram公开作金中国之前入院接受治疗凯项,并贴心留言写道,亲爱凯中国歌,生日快乐。 - 无好再痛,再生病啦,我弟幸福的生活啦。 - 我爱你,祝你来年生日,细与嫂子一起庆祝。 - 而经中国今日继续习IC公开作自己健身开短片杨成林学大SE流星花园。 - 青涩演技想撞墙随着新版杀青,就做重播,流星花园在勾起不少人的青春回忆,大S今天在微博分享当时演山菜的心境,还直言山菜是个绿茶,他已努力美花山菜。 - 而在剧中饰演山菜好友小悠的杨成林也跟着发文,表示这出戏可是他的处女作,还幽默成流星花园真的是上辈子的戏。 - 这代的观众居然现在才知道我是小悠。 - 杨成林随后发文,笑称要学大S2旧照,同时也写下对这部处女作的回忆,她表示自己在看漫画时最喜爱的角色就是小悠。 - 不过她一开始是竟是并未成功赢得该角色,而是在等戏时才被询问是否可以演小悠,因为导演觉得她比较适合。 - 让她在戏剧人生上的第一个名字称了小悠。 - 她透露自己批叫小悠好多年,甚至有人只知道她叫小悠而不知她的本名,她还感谢流星花园开启她的演员之路。 - 而这出戏的重播,也让不少因其他作品而认识她的人,发现原来杨成林也演过这部《大红之作》。 - 她文中也为自己青涩的演技感到抱歉,笑称自己,看了,都很想撞墙和乙伦边吃饭边亲亲。 - 郭书遥这句话认爱了。 - 郭书遥与Speezo前团员乙伦在爆出手耳牵手形之后,又被镜周刊拍到边吃饭边亲亲的画面,相较上次只牵手。 - 两人互称关系是闺蜜,这次狂亲画面似乎赖不掉恋人遗瞒的事实。 - 郭书遥这次不再否认,透过经纪人回应,谢谢大家的关心与祝福。 - 等于认爱。 - 两人透过绍心力证我爱你解缘,剧中也有不少亲密戏。 - 郭书遥之前被拍到和乙伦在首尔东大门牵手后,曾形容乙伦很幼稚,两人却很契合。 - 乙伦还会用沾了口水的手指挖郭书遥的耳朵。 - 旁人看起来恶心,幼稚的行为,却让郭书遥觉得很有趣。 - 郭书遥